農曆新年就到,不少人買新衣服和換新髮型 浙江省紹興市一個男人近日去髮型屋 希望可以展個喜慶一點髮型 結果髮型師為他設計金錢炮的造型 令這個男客人相當滿意 髮型屋的其他人都覺得這個髮型很不錯 金錢炮這個詞最近在內地網絡爆紅 因為它普通話遙音,寓意進錢,暴富 不少網民紛紛將自己社交平台的頭像 換成電視劇西遊記的角色金錢炮 反映出年輕人希望一夜暴富的心態 就連在內地紅到髮指的藝人陳偉廷都忍不住玩一份 商家曾經推出暴富款商品 例如手機殼、生日蛋糕等 只要有暴富兩個字就會很受歡迎 請就請多久